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佟梓梓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金融市政千头万绪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带我们来请听最地方的声音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余三发 发哥好 小军好 两位医生好 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乐区余三发 发哥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宋伟丽 伟丽姐好 小军好 还有我们余议员以及林医员 还有各位观赏我们民意交响曲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伟丽姐好 第三位是我们暖暖区市议员林恩典 小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恩典一座好 要带大家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民生问题 我们地方无死角到底要怎么做呢 一块来看看 前一阵子基隆发生女子遭攻击 监视器却因故障失修 未能发挥辅助治安的功能 声援余三发在总质询时 搬出17年前 他就要求大量装设监视器 感应式大灯的质询画面 一样的诉求在今年总质询中 再度提出加入广设灭火器 确保大众的公共安全 各位都有看到了 年轻的我就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建议社长你应该撞两万套 至少要两万套 为什么 全基隆市每个旗路都有 一套1500块左右嘛 大不了编3000万嘛 保固三年你一年才花1000万 全基隆市到处亮起来 全基隆市监视器没有死角 加入广设灭火器 确保大众的公共安全 我建议广设灭火器 因为现在一个灭火器 大不了一两千块嘛 对不对 让基隆市到处都有灭火器 希望灭火器跟我们的监视器 跟感应式大灯 希望这种虽然看来不是很大的东西 但是却是民众很需要的东西 我非常认同议员您的看法 也感谢包括像感应式的路灯 我在这个意识殿堂上 也不能骗大家 这个很好的方法是你建议我的 感应器的部分 跟监视器的部分 一个部分可以考虑补助 一个部分可以考虑采购 我们尽快在下半年 就能够下到零里去 另外安一路社区缺乏停车空间 市议员于三发也提出 在安乐国小旁 盖立体停车场的诉求 我们现在安乐国小 后方这个立体停车场 这是安一路专 我们希望往这个地方衔接 经过这边可以搭建一个平台 去衔接这一栋 下一张我们再来看 我的构想 就希望搭一个平台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立体的停车塔 这一张就是我亲自画出来的 因为我讲了很久 我们的市长好像都听不懂 现在新的市长 我希望你也能够更快的听懂 您这么关心这个议题 我们也要给您具体的一些回复跟想法 我想说我们这个案子 从你这样子跟我们说开始 你画了一个这么完整 而且清晰的一个概念图 我想我们会来开始研究 然后也去了解一下那个地块的大小 了解一下说那个附近的一个停车需求 是肯定有的了 这个毫无疑问 但就是说如何来促成这样子一个案子 到底是可能要用民间的 还是要用政府的等等 我想我们会开始 应该是说积极来评估 所以可以看到 不管是民生最需要的这个地方无死角 还要升级消防设备这些问题 我们的异作都非常关心 我马上请教我的发哥 好 谢谢小军 我想刚这个VCR上面大家有看到 我从1、2、10年前 刚刚里长的时候就已经在体验这个东西 而且一直在争取 我想前任市长 我跟他讲了几次都听不懂 所以后来我有跟 私底下跟我们这个谢市长有提过了 我想这个故障就是说 我们经常会发现到说 有些巷道 有些骑流会觉得很昏暗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撞受这个感应式的大灯 去广射它 我当初当里长的时候就曾经示范过 那时候在大概二十几年前 我那时候试办的时候效果很好 走到哪里 亮到哪里 想要违背坐台的人 当然会选择暗的地方嘛 所以从此那个失界率就降低 包括尤其是机车失界率 非常明显非常明显的这个降低 所以我赶快跟谢市长一就任我就敢跟他建议说 可不可以考量这一个方法 我们谢市长行动派马上就开始办 而且现在当然因为现在谢市长他本身手上可以运用的资源 是来自于上一任市长他编列的预算 所以他手上临时要叫他找很多资金出来做这个事情可能困难 所以在很多方面的这个争取之下去挪出的一笔备用 就是说我们现在先示范 可能我们现在据我所了解是 每一个领长这边都会有一个感应室的大灯 在今年度要来发放 要来装设 再来就是每一个领长会先有十个这个一般的监视器来做装设 那这个监视器不像我们一般的那个监视器那么复杂 又要装什么主机又要拉线要干嘛不用 这个是用现在的新的比较一点的科技连到手机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来装设 让我们所有治安没有死角 那个监视器也是一样没有死角 当然我们不是不重视 是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一直没有动作 那现在谢市长这么行动派 我们一定要给谢市长一个好好的一个一个一个 给他一个肯定 那接下来就是说刚刚也有 律师上也有提到说那个停车场 我想基隆这种地方很多地方都非常缺乏停车场 再加上现在中央的某些政策让现在到处在开单 所以真的民众的对这个停车的需求是非常非常之大 那这个安乐国小的立体停车场我想我也在之前的八年之内 多次多次每次的总执行我一定提起 一年至少两次的总执行都有提起到这个案子 可是就一直停滞不前 那我这一次我就亲自用我的电脑亲自画了一个图 我想让我们谢市长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那谢市长也在最近跟我联络说 他希望安排一个现场来会刊 我们实地来了解 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地方是可以利用的嘛 为什么不去利用 至于我们谢市长他比较有商业方面的一个思维 所以他一直跟我说市政府就算没有钱干 可以要求民间来怎么样来活化 让民间也可以来经营 比如说加入一些商业行为的元素 让地方也能够带动一点繁荣 我很支持很认同 所以如果说像我后来上面画了一个所谓咖啡 以后上面搞不好会有一点商业的一些行为出现的话 就会让这个停车场比较有人有意愿愿意下来投资经营 也对地方这个停车问题也可以做一个改善 至于刚刚也有讲到所谓的灭火器 灭火器也是我在最近才开始建议 这个从年前朝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建议 是因为我们发现到很多地方的灭火器 都有里长在反面说 风吹日晒雨淋情况之下 灭火器已经有一些秀实老旧不堪 甚至于我们韦利姐丹爹在议会有提到说 有一些地方有灭火器发生爆裂的这个状况 再加上我们的立法院 在前一阵子已经有通过说 现在旧式的灭火器里面的干本它是一个致癌物 而且很严重 那这个往后我们政府也会走向说 不去使用这种会有致癌性的这个灭火器 那经过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刚好在选举的时候 有些里长有听到民众的这个反应之后 有提到说好我如果当选之后我会广射灭火器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 因为灭火器这种东西尤其基隆多山 宰相又多 常常因为我本身面临过好几次火灾 都是因为车子进不来 灭火器又不够 所以我建议说应该是广射灭火器 跟我讲这个感应式大灯还有这个监视器是一样的 应该广射 因为这种小东西大家都需要 当你需要的时候这个东西都是很重要的 可是目前并没有去广射 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去广射灭火器 让很多地方随时如果紧急需要的时候 马上就有灭火器可以使用 希望明年度开始我们的市长能够在这方面多编列预算 让这个愿望可以达成 是 就是要检视在地最需要的东西 倾听地方的声音 当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为民把关 一块来看看我们韦丽姐在市议会上的秩序 我们全朝的政府所留下来的事情 被开始 在中山区的台飞厂 堆呀堆呀堆 堆出一座高山 可以去爬山 在市民运动的体育场 哇呀哇呀哇 堆了一堆器 何时能运动 在地标公园的废校里 盖呀盖呀盖 拉皮成为图书馆 全民来买单 文创政府的前草里 温水煮青蛙 有爱基隆的新团队 拨乱反正哟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进行市长施政总咨询时 特地先播放一段自行拍摄 KUSO抖音来讽刺前基隆市政府留下包括地标公园以及台肥公司废弃土和市立体育场等建设以及工程上的一些烂账 希望市长谢国梁接手后的新市府可以拨乱反正依照规定妥善处理这些烂摊子 紧速完成建设 你要接收一些过去有违法违规所有的烂摊子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目前有一些已经进入了履约的争议当中在做相关的处理 另外宋伟丽也直询包括文明路以及大庆大城等社区道路改善的问题 但是总遇到牵涉到所谓私人土地的情况 我也请区公所 我说那你们要赶快赶快叫那些因为那个私人土地不是很多你知道吗 但是有私人土地 我希望这条希望你赶快催促一下区公所 不过市长谢国梁大巡视表示以前都说不行 但其实没有一定不行 市政府已经在研尼办法签报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 未来就算是社区道路但是影响到道路安全 经过委员会认定后 就可以由市政府来施作改善 我们一直都有在思考包括大庆大城在内 就是有很多社区的土地 以前都说不行 其实跟宋前议长报告 没有一定不行的 我跟公务处尤其耀川处长 在这方面我们有比照了台北市的一个办法 所以我们最近在事务会议即将签报一个新的委员会 这个是一个道路的安全的认定 假如这个道路呢 是非公有 是社区的 但被认定是安全上是有疑虑而需要施作的 那我想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委员会认定后 那我们的公共建设的经费就可以得以施作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通明街那边的以及 过去您过去长期关心大庆大城 未来我们事务会议通过以后 我们会让委员会来认定 如果您觉得哪些路段由我们来判定 判定过后即便它是社区的所谓的道路是非公有的 未来编列预算以后我们也是有办法处理的 所以我们有替过去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方法 找出了一个解决之道 我要特别向您报告 宋伟丽强调听到市长谢国良 谈到可以解决困扰已久的社区道路问题 实在很开心也相信大庆大城社区居民 听到后也会很感谢市长 就是要找出民众最需要的地方 然后去解决它 我们可以看到伟丽姐在议会上 为民服务为民征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那当然邮件很重要的是就是 前市府的烂摊子需要收 什么要请教伟丽姐 民众是怎么给你反应 好我想 其实我们现在金融市我们看到的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问说 比如成绩展应战啊 或者太平清鸟啊 或者是体育场 为什么都做了一半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完工 最主要他们之前都有出一些问题在 那出一些问题在的时候 就变成这就所谓的承接的这个历史贡业啊 我们一定要是历史贡业 要不然怎么办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新政府上来 那等于很多预算都是前政府那时候编的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执行下去 那包括设计设计的图啊什么的 可是设计的图 好我就像我这两天我到太平清鸟去啊 我几乎一个礼拜去两次 我为什么老是上去 因为我非常关心 我自己去辖区内的 而且它可以说是一个 其中的地标的一个 在我们海洋广场这边就可以看到的 那时候前政府我们林市长 也就是林部长 现在林部长 他大力的在推我们那个 太平清鸟 书店 我想 那时候让我感觉就是一日新闻 一日新闻 然后现在你们可以去看 去现场看 那边的停车场 空无一人 外面有好像跟立宝借的还是什么 有设立个停车场 都没有车子停在那里 这还不打紧 你现在可以上去看 就是说真正的外线是来的 现在人数到底有多少 我们可以去统计 然后那时候呢 为了这校舍的改建 花了多少 三千多万 三千多万的经费 那结果现在 你的收益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花费出去 我们一定要有收益到嘛 对不对 要不然政府的钱就一直丢到 丢到水里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钱坑啊 那 我觉得就是说 我这两天都 我一个礼拜上去两次 那第一个就看 有多少人上去 第二个 因为我们很关心地方的繁荣嘛 政府既然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建设了 我们就应该要关心这地方 如何让未来是更好 能够让政府好 让民众好 让人家到我们金融市 会觉得我们有一个 那么好的一个景点 那结果我上去 我觉得缺点非常的多 因为我想 我昨天有给你一些图片 有就是照给你看就是 连那个目前 他当初设计的那个叫什么 什么厚垫的座椅 你知道吗 他那个叫厚垫的座椅 然后厚垫座椅又是 手这样摸上去 都会黄黄的 谁敢去做 所以前两天我有跟 处长以及我们的 那实用客科长 我们有上去 然后我把一些缺失都点出来 这就原先设计的 那他不好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要改 但是碍于经费的问题 因为预算都是去年度在执行的嘛 所以说那等到 大概还要等一阵子 因为还有一些草皮部分 我觉得他整个设计 你知道吗 然后那设计师跟我讲 那时候设计师也在现场 他一个非常年轻的 他跟我讲说 这是西班牙的整个风景的那种 我说你要因地制宜 我说你要看气候 他说气候新竹也有 我说新竹的风比较大 比较干燥 我们这边又撕又那个 然后你们又做了一些观景台 我说这要看什么 他要看剧场 我说一棵老树很漂亮 我说可以做打卡景点 你说要做剧场怎么做 我真的是觉得很多的缺失 都需要未来 看用其他的东西去把它掩盖 还是说重新再设计 我觉得那 然后我有遇到现在的就是包商 他跟我讲说 老实说 他跟设计之间感觉就是卡卡的 所以我常常在想 过去的政府 好像都是在用文字在包装 跟实际我们所需求的 都是好像没有连结性 这是第一点 还有再来就是那边的路灯 那边的路灯 既然那个 刚刚我们遇到三发议员 我觉得他一直在极力推这个 非常的好 因为基隆向道很多 那向道很多 那我们尤其在一个观景台的地方 可以看到整个基隆港 你应该旁边的路灯也要 那种装饰艺术的灯也要打亮一点 不能太暗你知道吗 太暗尤其是那边的居民 他们时常就是说上来 上面运动啊 或者他们上来运动 差不多都早上四五点钟 所以那边都黑七八五的 那我一直说尽量灯要亮 路要平 那边的缺失还有非常多 点点滴滴 那我昨天 前天有跟他们讨论 结果我有跟他们 请他们改善 未来如果有经费的话 我说要尽快的来改善 要不然的话 我说政府花那么多的钱 然后到现在 这鸟不生蛋 就没有人去 然后最多的是什么 黄金 对 都是毛小孩的黄金 对 我觉得很可惜啊 然后杂草重生 他们说那是西班牙风 我一点看不出来 我觉得好像是什么 那个盲草也有啊 反正就是 就是都乱生 对啊 那既然现在我们新政府接的话 希望再把那边整个规划一下 看未来要BOT 或者BOO 或者OT 什么的方式都可以经营 因为目前那个 太平清鸟那个咖啡厅 我们是完全 我们政府是完全没有收他们租金的 对 都没有收他租金的 也没有押金 没有任何的 让他们在那边 如果银额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他要给政府 是有这样的一个合约 那也是当初我跟林市长 要那个合约的时候 他们居然跟我讲说 不是林市长 是他们的承办人员 有一个科长 居然跟我讲说 我们这不能对外的 事实上我们议员是有监督的权利 所以我们是可以不带走 但你要让我们看 看你们的合约是当初怎么写的 我觉得有猫腻 所以不让我看 然后跟我讲说 我们议员不能看 我觉得真的是过去的政府 就是用文字包装 包装得非常美丽 然后事实上跟那个文字上面 是有非常大的差异 是 就是要求我们的市府 要针对缺失来进行改善 就是为民把关 要把地方建设做好 一定要做好 你想想看开幕的第一天 我就发现我们没有灭火器 完全没有 然后把还有消防通道 也整个 你知道消防通道多扯你知道吗 我们一般在餐厅或什么的 建晚客应该是 那个门是要用这样挤压 然后推出去的 结果他们是用上锁的 对啊 你不觉得很扯吗 这样子也敢 那时候开幕 2021年的时候开幕 现在很多东西都已经生锈了 才多久 10月份 那时候我记得 如果没记错 2021年10月份开幕的 到现在很多东西都生锈了 这材质到底是 没错 这的确还是需要现任的政府 来赶快来帮忙处理结局 对啊 这就是烂摊子 对 烂摊子 那一样为 艺座们要为市民把关 另外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我们的浪浪豪宅 目前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恩典艺座 说到浪浪这个豪宅 我想在前朝我们的前市长 他们也去争取到一亿三千万 然后来改善企图的这个宠物银行 当初讲的设计的 或者是甚至我们议会 也我们议员一起去前往考察 那我们听到他们的简报设计 觉得还蛮不错的 那甚至我那时候 我在议会里面总之询的时候 我还提出 因为我参观过新北 新北的那个宠物银行 那他们做 他们的做法是把那一个场域 当作可以当作是一个亲子 在假日的时候可以去那边来 一方面做义工 然后带小孩子去 去关心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可贵 那一起在那边互动 那带着狗狗一起出来遛狗 或者是一起喂狗 或者甚至打扫这个房舍 或者是帮这个浪浪洗澡等等的 就变成一个教育的场域 那我那时候充满了非常多的期待 想说这个新的盖好以后 我也当场在这个宠物银行的时候建议 我们洞保署 是不是能够朝着这个方向 那当初得到的回答是OK的 结果在礼拜二的时候 我亲自到了这个崇尼堂去 了解了一下状况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社区里面 有非常多被弃养的狗 那因为社区的人也在那里喂食 那造成这个环境的脏乱 甚至在这个运动的地方 那些老人年长的人都不敢前来 因为又脏又乱 然后我就联络这个洞保署 是不是能够带走 那结果在询问之下才知道说 原来通保署目前 他那边只能收容28只 28只的这些的狗 已经没有再多余的地方 所以奇怪 之前不是已经一一三的 已经都做好了这个新的 还说这浪浪豪宅这些 怎么会这样子的 我礼拜二的时候 我就亲自到了现场去了解 原来是这个发包的第一件事 就是发包的这个厂商 当初也在比较山上的一个狗舍里面 就是浪浪的这个旧有的这个房舍 要把它移下来 要盖好新的之前 他们一定要先做一个 让能够安置这些的 就这厂商并没有承诺 有承诺但是并没有去做 这到成现在第一个 这个豪宅并没有办法去这个验收 那里面据我们这一个东宝所的所长说到 里面有一百将近三十个缺失 我那边去看的最大的一个缺失就是 它那个狗 就是说浪浪住的那个狗舍里面 它的排泄物没有办法很快的就能够冲到水溝里 它那个泄水是几乎没有办法要靠人去扫 或者是用那个水一起去冲 才可以冲得走 建的那个这些的志工或者是在那边工作人员 全身都是那个水 你看那个跟那个废弃物的水一起建上来 这是第一个最大的 再来排水的部分 那个还有漏水的部分 还有电梯就开在那个大门外面 就是那个也没有屋檐也没有什么 你看那个电梯它都常常故障也不能用 所以说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设施 再加上现在的志工有些人 就是在246都有去那边 好比说带这个狗狗出来遛一遛或者喂他们 你知道那个地形是 就是跟一个非常大的波浪好像是五级的那个浪 叫高低高低 那你说怎么样 这个志工怎么能从狗舍把它牵 把它狗狗牵出来遛一遛然后再走上去 我要走一趟已经就喘得不得了 累死了 比我相信这些志工比那个狗狗还要累 那有没有根本不太可能做这种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后面还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去做好更多的这个应该设置 让这些狗狗好像比如说这个平地 或者做几个比较好的类似公园的那种感觉 我想这个是这一次他们当然第一个先要 现在我知道已经东保所已经提告 向法院提告 这个厂商都不愿意来做后面的修缮部分 包括里面的不管泥座也好电梯也好 或者等等的有刚刚说的一千大概有113项的这些缺失 那现在也都摆得不动 我想现在也请在这里我也要告诉我们这些爱护狗狗的这些的好朋友 这些浪浪的好朋友 现在的我们的重云行真的是有这个困境在 那也真的是目前没有办法再把多的这一些的有问题的这一些的浪浪或者是我们的爱猫的带到我们的重云行去做处置 所以处置就不管在那边养也好或者是就业也好 现在因为场所的关系 特别更恶劣的是现在的厂商说这些东西因为还没有交接 这一些的厂域他们盖了厂域都是属于他们的 外面的人还不能进去用 我听到这个都傻 那现在目前的这些的狗狗怎么办 其实目前现在因为厂商没有按照他们的承诺说 先把旧有的那个浪浪的这个地方先盖好一个让他临时住 现在也是住在不堪不太堪使用的那个场域里面 所以造成在里面的几个我们洞保所的这些的员工 或者是甚至有我们进去来的义工都非常难在那边运作 那所以也希望政府赶快着手处理这件案子 那过去的场就是不晓得怎么找到这些厂商这么烂 然后真的没有办法去收尾 我想包括我们刚刚余议员我们前议长松原也提到 有非常多都真的留的一些烂摊子 让现在的政府要去一样一样的收 我想也真的辛苦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府 谢国王领导的团队 那也希望你们再多加把劲 把这些的受伤的没有办法复原的想办法来把它完成 然后让我们的民众有更好的场域来在生活里面 是 真的很谢谢恩典益作 也没有讲我都还不知道 原来他们还没有办法能够正常运作 连工作人员都很难在进驻新的环境来为我们的浪浪服务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检视的是我们BOO最终掩埋场的争议 这一个在之前就是吵得沸沸扬扬 民进党的市议员联合党团就非常质疑这件事情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八哥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谢谢小军 我想这件事情现在我想我也受到很多民众问说 你们支持的这个谢市长怎么去做这种荒唐的事呢 本来一两千块在基隆就可以掩埋的 为什么现在要花两万多块去外县市掩埋 我想话不说不明 因为大家都不太清楚这个状况 我想我要在这里对大家做一个解释就是说 当初这个掩埋场 可以说我们每天垃圾烧出来之后会有灰渣 还有杯灰 这些东西最后都要拿去掩埋 当初我们在掩埋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在许彩莉市长时代的时候跟这个厂商签约的 那时候的环保概念没有这么高 那时候就想说好 我烧完垃圾烧完之后会留一些炉渣嘛 就掩埋在那个地方 然后它对基隆市就是有一个优惠价格 然后在外县市再收一点点回来补一下 就可以弥补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掩埋场掩埋在这里 但是在民国98年 也就是林优商市场的时代 它把它给整个当初的规范都打破掉了 签了一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 就是说可以让这个厂商 大量的收外县市的垃圾过来基隆买 也就是说我们基隆大概一个月要送到掩埋场大概900吨而已 那从前也是大概两三千吨 900吨买基隆 剩下那些就让你去收外县市的来报 所以它给基隆有一个优惠价 所以现在一直在讲说这年收个钱是怎么卖 用这么多钱去外县市买 当初是这样子 可是很奇怪在几年前 我们的领事长团队 竟然给他签了一个说 可以让他每个月收到6000 换句话讲扣掉基隆的900 剩下的5100吨都是收外县市的 我想不讲可能各位不知道 中部以北几乎绝大部分的县市 只有稍稳的垃圾通通埋到基隆来了 谁在赚 厂商在赚 那为什么要给厂商这么好的优惠条件呢 而且在去年111年的时候 更出现一个更不平等的条约 更奇怪的条约 从一顿本来可以2000多块 一路让它涨涨涨到后来 一顿是2万多块 各位 一个月收了5100吨的外县市的垃圾 一顿让你收到2万多块 一个月多收1亿多耶 一个月多收了1亿多耶 难怪厂商现在一直要跳脚 这么大的利润 当然割舍不掉 可是各位知道 对我们基隆有帮助吗 没有耶 基隆还是一样 只是享受说 我基隆自己烧出来 这个一个月的900吨的垃圾 你算我便宜一点 但是如果说像从前一样 你不能收太多钱 而且也不能收太多量 去收一些外县市来补 那我们还能接受 现在不一样耶 现在基隆不够900吨 剩下的5100吨是从外县市收回来 而且一顿收2万多块 暴利啊 一个月可以多赚1亿多啊 一个月光收外县市赚1亿多啊 所以基隆就不用钱还要倒贴给我们 他还滑得来耶 可是后来他坚持不给基隆多一点回馈 然后坚持要外县市收那么多 才搞到后来跟我们基隆市破局嘛 那大家很质疑喔 那牺牲掉了这么低的价格 用这么高的价格去外县市烧那怎么办 我告诉你这是短暂的 因为我们不能够任由这个厂商 一直收外县市的垃圾买在基隆市 基隆市我们才900吨 5100吨总共6000吨里面 5100吨是外县市来的啦 所以现在外县市都不用担心 他们垃圾稍完之后要买哪里 买基隆就好了啊 因为基隆有厂商在赚啊 钱谁在赚 厂商赚 承受谁在承受 这百年的垃圾是我们基隆人要承受 所以我百分之百支持 谢市长不再接受外县市的垃圾在基隆掩埋 我百分之百支持 至于说这段期间我们会花很多钱 去让别人买这些垃圾 确实很痛 我知道 因为从前外县市的人买到基隆人 买到基隆来的这些垃圾 他们也很痛 因为他们买到基隆也是要买2万多块啊 所以我们现在基隆不让人家买2万多块 自己要去让别人买 当然我们要花2万多块啊 但是我们要告诉市长就是说 千万不要一直我们自己这样处理下去 所以我们跟桃园有一个县市合作平台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烧完的这些东西 交给桃园桃园处理 因为他现在可以所谓的经过水洗啊 各方面的技术环保再利用 还有可以说做到零眼埋 换句话讲 从前我们可以很便宜去埋在这家公司 现在是我们送去给桃园 桃园经过处理之后 他们可以用在一些公共工程的水泥里面 换句话讲 零眼埋 资源再利用 又不用花大笔钱 又不用埋在这里 又不用收外申市那么大量的垃圾 一年算下来算万吨的 几万吨 五六万吨 都是外县市来的垃圾来的 所以基隆人不再每年结束好几万吨的垃圾来基隆买 对基隆是好事啊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跟县市合作 让桃园替我们解决这些灰渣 那我们基隆不用多花钱了 两万五只暂时让他们去处理被灰 但是还有一个叫底渣 底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我们基本上是陆陆续续在规划 环保局这个地方 我们那个天外天的市场这个地方 也会进驻所谓的水洗设备 慢慢以后这些灰渣跟这些炉渣 我们都自己可以慢慢处理 而且不再像从前一样 剩下就把它埋在土里面 那以后都会指寸怎么办 现在有新的技术 就是把它变成水洗掉 资源再利用 做成再生力化 让它可以用在一些简单的工程 可以用掉 铺路啦 盖水溝等等 再把这些东西给弄掉 就是所谓的零演买 这是走向资源环保再利用 而且不用花大钱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不要厂商在赚钱 基隆人在承受 几年几万吨 五六万吨的这个外线式垃圾在基隆买 所以短暂的这个阵痛 大家要去承受 因为市长这个做法是睿智的 我们基隆人没有必要去承受外线式 那么多的垃圾 全部丢到基隆来买 然后让厂商那边赚得肥肥薄薄的 你想想看 民国98年 让他从三千多吨升高到六千吨 民国111年 让他从可以收两三千块的备用 升到现在可以收到两万多块 你如果说这是基隆市政府在赚 可以回馈给基隆市民 那我们又另当别论 我们可以说大家委屈一点 怎么样 不是啊 这个合约很不平等 这厂商才赚啊 基隆市还是在承受啊 所以我支持市长背掉这个合约 暂时先阵痛 花一点钱让别人处理 以后我们自己能够处理 设备赶快进来 自己能够处理 然后做到环保再利用 零眼买 我支持这个政策 是 谢谢发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这我也豁然开朗 五千一百万吨 然后每一吨两万多块 那真的是 难怪会有这样的结局 那同样呢 我们要继续来检视的是 成绩转运 这样我们要先请韦丽姐 跟大家分享 哇 又是个烂谈 很多人 包括外縣社来基隆 说你们干成绩转运战 干了非常非常的久 到现在都还没有整个完工吗 就问这样 我说对啊 因为 其实刚刚我们讨论的结果 就是我刚刚听到 恩典还有我们三发议员 大家在讲 就是说很多厂商做不下去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设计工资都出问题 这也是我 如果说明天我可能会 如果有机会碰到市长的话 我会提起他 我觉得有时候 设计公司跟包商 是要连贯性的 他们两个 不能说设计公司跟包商 因为很多我听到包商都说 一些厂商都说做不下去 他老是变更设计 或者是说 他说跟实际的是不符合的 所以我觉得这 这也是我们市政府 未来要去注意到这一点 那再来就是 曾经转运战 我觉得很多人跟我讲 那很像是仓库 你的造型吗 感觉它的造型 设计的造型 它一点都不像是一个 花了三千 三亿多的 一个造价的 转运战 转运战 他说一点都不像一个新的 而且 而且花了三亿多的一个转运战 他们说 感觉好像有 到底是你们那个市长 又那么年轻 就讲我们的林部长 他那么年轻 他带的所有的团队 也都那么年轻 总会是设计那样的 好 除此之外呢 而且他整个动线 就让人家觉得很怪异 你知道 我们大概 我从那个车站这边 如果要回到中山一路 安一路这边的时候 你们看侧面这边 觉得很奇怪 真的很像是一个货柜屋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那感觉 我就是因为外縣社朋友来基隆 他们说这个 怎么盖成这个样子 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就 好 除此之外呢 你们可以发现到 车站是不是最热闹的地方 是不是 不管上下班或者平常 都会让人家觉得很热闹 为什么我们基隆的车站 会让人家感觉冷冷清清的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未来我们政府要去 当然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完工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 觉得冷冷清清的 还有我觉得它的设计就是 就是蛮奇怪的 设计的部分 而且设计部分 外縣市朋友都这样在 对外縣市朋友来基隆都这样讲 所以说我觉得 这未来 当然谢市长谢政府 现在有在上面弄一些 我觉得弄一些那个 电子的一些影片 我觉得蛮不错 好让它活化起来 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都画龙点睛 就未来看怎么样再把它 稍微修改一下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的 是 恩典一座呢 好 特别是讲到我们诚意转移站 那我记得在前年 我们理用商市长的时候 就积极 应该也打响了这个全台湾省 基隆的陈博会 他认为外面看得非常亮丽 我们从理用商去争取了 这个前瞻计划的经费 然后从我们不管是 诚意转移站 海洋广场 或者是延伸到 河滨岛的路线上 彩色屋等等的这些 做得好像很亮丽 但是现在几乎80% 都是门关着 没有办法动 很多市民就问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不是已经那时候 前年底的时候 不是承播会已经都来参观了 然后什么人家怎么现在都关起来 后来才知道真的 把这些被关起来的地方 都是当初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出了状况 然后要不断的这个变更设计 变更设计的时候 自然就会延误到这个 我们现在的启用的这个方式 也没有办法 启用的时间 然后又没有办法验收 那最糟糕的是 当初在承播会 因为林市长他要赶着 这个宣传的效果 或基隆的成 他的成绩 就把原先没有做好的 用很赶工的方式 去把它做完 结果做完到现在 这个厂商也来请款 他说拍謝 这个验收的时候说 这个不是当初我们要求 你不是这样做的 那你怎么做成这样 他们说当初那理事长说 叫我们赶快赶工 用什么方式做做做 那现在就卡到 这些的厂商 也认为我们基隆市政府 是一个要刁难他们 也不守信的一个政府 然后让新的政府 来接这个烫手善意的时候 也背了很多的黑锅 好为难 所以说对 所以现在的 有的厂商也在打这个官司 说当初你们叫我们做的 那现在变成 现在的市政府 就要来插这个屁股 然后后面要赶快 再把原来的这个设计 再恢复到之前 然后再来做验收 这都是 但是我们现在是谈到 曾经转移在我们之前 我们议会 我们全议会也到现场 我们也做了考察 确实有很多的缺失 不管包括那个楼底上 撞到头 撞到头的也有啦 那地板有的那个螺丝 突出来 明明突出来的也有 有的是白铁螺丝 有的是 有的竟然用一般的螺丝 我说在海边上 怎么会用这样子来收尾呢 这就是厂商当初 我们不晓得前朝 怎么样的跟这些厂商 或者是怎么样的监督他们 然后造成现在的东西 所以现在真的是 我们一直在说 现在的市长 我们的鞋骨娘真的是很辛苦 真的是很辛苦 那我在这里也请求我们市民 稍稍再等待一下 我们的 我们现在的市长 我们也知道非常的认真 包括我们各局部的 各处事的 他们都很努力的 在把这些东西 尽量把它 用最短的时间来修正 把它修复好 是 八哥呢 最辛苦了 八哥 我想大家对这个城市转移站 在讲里面其他 我跟韋力姐在这边要自首一下 城市转移站今天会流到现在 还没有开始使用 我们两个算凶手之一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发现到在整个设计里面 有一个很离奇很古怪的现象 就是说 新盖 最新盖的一个城际转移站 竟然没有接送区 他把它设计这个旧火车站 跟这个转移站一出来就是徒步区 然后整个中一路 就是两栋火车站的中间这条路 沿路都是红线 那从前的中山一路呢 本来是可以很好 可是现在全线通通是停公车 通通是公车站牌 那我试问 儿子女儿回来叫你去车站接他的时候 你要去哪里接 只能停红线 只能停红线 要不然就是占用公车格 不然你没地方停啊 所以我们有跟新的市府团队讨论 说怎么可以有这么离谱的一个设计 没有说当初的设计的想法就是说 除了火车站就可以看到海洋了 就是徒步区的 哇 想得很完美 可是市民可以每次每次每天 时时刻刻都停在红线去接送吗 不可能 所以我们也请新的市府团队去检讨说 到底还有哪些设计上的缺失跟 当初没有想到的 后来现在有在修改了 已经要把整个徒步区里面要拨 一部分都在做接送区 要不然你要去接个客人 要去谁下车要接的话 没有地方接啊 一出来就徒步区啊 那大家都要做违规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要求市政府说一定要变更设计 不能这样设计下去 所以也有因为这样而做了一些修改 所以导致一个工程 稍微就延误了 所以这是必要的 所以也请基隆市民大家稍安勿扰 给新市府一个团 这个团队一个时间 我们要呈现完美的 而不是急就张的 要赶快做出 我有做了什么 我们希望多花点时间多花点精神 让事情做完美一点 给大家一个更好的 凝确污染 对 凝确污染 是不是也跟基隆塔一样呢 我们要请教韦力姐 基隆塔你们也去看对不对 有 我有去 啟用典礼那天我也上去 那天去的时候风非常大 因为是那时候启用好像是气候 是冬天的时候 冬天 风震大 对 那我有上去 就觉得蛮奇怪花那么多的钱 然后我不知道要看什么 第一个 好 基隆港的view 看到基隆寺的 其实基隆寺 只要任何一个山头 你到虎仔山 太平清鸟 或者是到 到那个 那个 你们安乐区的那个 思求路那边上面 好 其实都看得到整个基隆港 你知道吗 只是方向不一样而已 好 今天我们政府投资那么多的钱 我们是要回收的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收 老实说 我看 我看 其实照理讲起来 当初他设计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 那个 过去的政府 他应该要评估 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东西 我每个月可以回收多少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应该要把这些都要整个规划好 而不是做个 基隆塔的一个电梯上来 然后他的机械 好像感觉是旧式的 你知道吗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 但是我也没有特别询问市政府 但是我会 就这个来 特别询问市政府下 因为在我的脑海里 也不应该 他占有 我们需要的空间的地方 摆在位置 摆得不对 还是怎么样 好 你说坐了那个电梯上 基隆塔 电梯上来 因为他当初是针对游客来 其实我们讲真的 其实我当初我也是反对 跟太平青鸟一样 他要做这个时候 我不是为了反对反对 我是评估 你今天是要做散客 你不觉得你花这些钱 投资报酬率不够啊 你今天要做团体的 你腹地那么小 你怎么做 你有什么东西 让人家有购买欲 没有东西 没有产品 你基隆有什么产业 没有 你必须要把这些都规划进去之后 然后我们今天再来去做一个交通便利 什么东西 或者说 我们今天做了这样 这个产品出来 我们周边的产品也要同样浮现出来 还有交通动线 可是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败笔的一个 就是前坑 就是前坑 而且跟各位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上次开临时会的时候 市长有提到 如果这一启动的话 一启动 它的电费一个月就是880万 哇 是不是前坑 你如何去赚这880万 不要说赚880万一个月 你只要说赚一半的好了 去哪里赚 我想大家算盘都会打 对啊 真的是 招三级的确是很有问题 很困难的 这真的是未来 这个又是一个烂摊子 要交给我们现在的政府 看它以后怎么样来再重新来规划那块 让它变得有价值点 是 那请教恩典一座 恩典一座当天有去吗 去考察的时候 有 最糟糕的 我觉得三个电梯 然后你从楼梯板到 到了 说是到中文公园上面那个 那个祖母团 祖父坛那边 每一个月的电费要花这么多 那是不是这种在设计上 包括现在来接手的文化局 他们已经提到 这样的设计真的是有问题的 这个电机设备 所以当然 电机设备你可以怎么样设计 设计多大的容量 或者是电力要用 可是三个电梯有真的这么严重吗 已经要做到 我不晓得真的是 怎么会造成这样再来 我们上去之后 那个空间 大概我看还不到30坪 光那个咖啡那个浪带 然后再过了一层是景观的 上面总共好 这个电梯周边的也不到50坪 那你说今天当初我记得 我们这样发歌可能会有 这会有意见的 市政市长说 这个就不用花到基隆 基隆士人的钱我们做这个 反而会赚钱 那今天做完了 这整个的设施 才这么一点点 那当然现在的文化局长 也非常积极的 这个找别人来一直招商 他说拜托 你这一点点地方 我能做什么 卖黄金 还是在摆黄金给人来看的 怎么样也赚不回来这些的成本 我想当在设计的时候 就是真的考虑我想 刚刚我们的前一长也提到 就是说你一个设施要做起来 一个亮点要做起来 周边的环境是要配套的 不管是我的动线 交通动线也好 或者是甚至停车 或者是这些的商家 是怎么样的配合 能够来支持 这样子我想 对一个地方来讲 特别是说好听的是什么 打卡的亮点的什么 但是我相信 人家一到来看一次 不然就不会再来了 希望 我不相信以后 我不希望以后是这样 我相信 我也相信 再来的政府 这个谢国良带领的 应该有办法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我们也拭目以待 我相信我们这些的议员 也非常会支持他 然后在各种方面 不管是一二路或者是信四路 这条进来的周边 是不是能够再一次的把它繁荣起来 或者带动更大的商机 一起来配合这个基隆塔 那真的是一大考验 我们要请教八个剩三分钟 好 谢谢 我想 刚刚在讲到的这个 花了这么多钱 好像3.7亿吧 3.7亿 基隆塔 当初基隆塔是 我们 那个 蔡英文这股所谓的前瞻计划 里面拿钱 我告诉你 把钱 把使用就钱来这样用 不是这样再浪费掉的 花了这个塔 当初市长在议会的时候 我们大家当初都很有意见 为什么 因为你上去就看一个祖谷坛而已 中文公园都还没有做大幅度的一个整修 没有什么卖点出来的情况之下 你盖这个塔要干嘛 谁来 但是市长跟我们拍胸脯保证 到时候盖好这个塔 不会花到基隆人的钱 会以塔养塔 这个塔本身有商业行为 就会养好这个 结果现在一看不是啊 没有人要来招商 你这个场地谁要来做啦 了解行李商要做啦 所以没有人愿意过来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把它估算下去完蛋了 每天啦 就要六万块的开销 每天喔 一年两千多万 我们基隆市民的钱不是钱吗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确实是让我们很头痛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要鼓励谢市长 赶快赶快 塔既然已经建了 赶快把那个目的地要有一个亮点出来 就好像说去了一个没有人想去的地方 你开了再怎么漂亮再怎么好 再怎么便捷的公车 谁也不愿意搭啊 所以你这个地方没有没有亮点 谁来搭啊 顶多是给你搭个电梯上去下来 来拍个照我有来过了 他也不会进去你的祖谱坛 也不会进去你的终身公园 所以怎么样让这一个地方更吸引人 让他可以有商业行为能够建筑 让我们基隆人不要每个月掏腰包出来 去养他的垫背啊 所以这个钱坑 当然跟我们刚刚讲的好几个地方 我真的是包括体育场啦 还有很多啦 这些都是我们县市场接手之后头痛的东西 那我希望我们大家市民给先团队一点时间 先把问题解决 我们会跟市长一起打拼 把一些该收的烂尾收好 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一座 带大家听到这么多不同的声音 了解这么多的事情 相信我们基隆一定会克服困难越来越好 谢谢三位一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勞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巨检或巨测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测值达零点二五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十八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再犯 巨检及巨测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工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一九六六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而会需要储才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两百元就可以了 两百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最大主板 好喔 走 小心喔 小心 一年前 妈 妈 妈要走了 妈 以及我的高血压 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 我要扶我的孩子去庆祝了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 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 是喔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 不能只看表面 爸爸出院后 该如何照顾他呢 别担心 回家后的长期照顾 我们来帮您安排 长照出院准备服务 评估您家人 出院后的照顾需求 出院三天前完成评估 连结长照服务